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马化腾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工具 也自然是信息自由传播和客观公正新闻的对手 因为我最近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仍然呢 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保留着微信的这个聊天工具 我就在观察微信的这个宣传 对于这次武汉肺炎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那么最近呢 澳大利亚宣布呢 暂停这个中国的 就是飞到澳大利亚的这些人的入境 暂停这个入境 当然公民和PR除外 那么在这些人 即使是有大量中国人在入境澳大利亚的机场的时候 澳洲政府提供了50万只口罩 那么这个新闻呢 放到中国的微信上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微信号 这公众号的名字叫 今日昆士兰 他居然会这样对这个新闻做描述 那么他呢 一方面他在大力的同情那些闯关 以及呢 对澳大利亚政府颇有微词 并且对澳洲公共卫生 十分漠视的那些留学生 同时呢 居然还说这50万只口罩 是中国发放的 我想 这个微信呢 在这方面的宣传上 可以说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这种伎俩 玩的真是如火纯青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真相永远就是真相 它绝对不会因为一时 一人 一地 乃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人们无法接触到自由的信息 而永远的淹没下去 真相慢慢的总会揭开 这次的武汉肺炎 腾讯呢 在很多的新闻上 都大力的为中共唱赞歌 摇旗呐喊 但是 很多武汉当地的老百姓已经看到 新闻上说的好好呀 免费治疗啊 结果呢 到医院里边去 医院说什么呀 他说你来这里就要付钱 你没有钱 那就请你转身离开 结果那一位病人的家属 十分无奈的就表示 我看到电视上说 是免费治疗的呀 结果 医院就说 那你去找电视台去治病啊 那你不用来找我了 因为我们医院是要钱的 然后呢 腾讯网呢 还有微信呢 却要在无论是对海内外的各种群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宣传的调门上 基本上都一致性的就在说 祖国的强大 当你们拿着中国护照的时候 那背后那一定是有强大的一个祖国 祖国强大强大个什么呀 中国现在的国力都到什么程度了 我可以这么讲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我可以负责任的给大家讲 中国现在经济规模 确实非常的惊人 但是其内部分配极其不均匀 中国的基尼系数 早在2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国际经济线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如何让人称得上是第二大经济体呢 我想称其为第二邪恶的经济体 姑且还算差不多 中国经济目前的基本上的 这个支柱的产业 都被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统治集团的 500个家族给掏空了 从这次的武汉肺炎 我们就可以突见一个端倪 在腾讯网的大力宣传之下 那么他们还在说 党员如何冲锋在前 国企如何冲锋在前 殊不知 国企从这其中捞到了好处 可以说又在发国难财 当中国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统治集团 控制的国有企业 却在努力的为中国人 盯上最后的棺材的螺丝钉 可以说中国人如果再不觉醒的话 那么你们还有让共产党猖狂的何时呢 我想我最近看到了武汉临时政府成立 香港临时政府成立 都说明有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觉醒 如果再不揭竿而起 再不重新认识和重新的审视 过去的七十多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究竟在中国人的身上 做了些什么 讲了些什么 向世界展示了些什么 那么我们就无法给出一个 真正有利于和对我们民族的未来 负责任的答案 我想真正有良知的人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大家都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谢谢大家